搜索政黨用意何在 搜索政黨用意何在 執政當局出面說明 相信清白柯P加油 相信清白柯P加油 檢察官以及廉政署 在今天上午搜索了台灣民眾黨中央黨部 主席柯文哲台坡辦公室 以及柯文哲主席的住所 达成了以上 几点決議 第一點 委員會決議即刻成立中央緊急应變小組 共同召集人包含中央委員林富南 中平會主委李偉華 以及立法院黨團總召黃國昌 並納入黨公職等擴大參與 配合司法調查期間 維持黨務運作 全黨齐心 環節共同力挺柯文哲主席 第二點 針對今天早上 本黨中央黨部竟然遭到搜索 本黨第一時間即表明會配合調查 但不應逾越偵查必要的範圍 然而 在本黨告知中央黨部 並未設有柯文哲主席辦公室後 检方仍執意於黨部同仁工作空間 進行摸索式的蒐證 意圖令人費解 第三點 检連如此大動作 搜索國內主要政黨中央黨部 究竟有何具體的市政 究竟有何正當性與必要性 如果意在配合政治攻擊與傳媒的炒作展演 將重創司法的公信力 本黨嚴正要求執政當局出面說明清楚 第四點 本黨呼籲司法應依證據公正辦案 謹守正當法律程序 尊重偵查不公開原則 勿引導外界未審先判 侵害本黨及柯文哲主席名譽 本黨同時嚴厲譴責 特定媒體 捏造假新聞 名嘴造謠 製造抹黑柯文哲主席的輿論 以上4點